溫固之心 说古论今 1931年9月18日 918事变爆发 从此 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大半个中国被践踏 3500多万同胞伤亡 一寸山河 一寸血 90年来 曾经的苦难不能忘 曾经的牺牲不敢忘 无备知识勿忘国殇 明智振兴中华 90年来 许多拼搏奋进的故事 化身为音符 飘扬在歌声里 今天开始温固之心推出 在歌声中铭记历史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首歌 《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 是一首传唱至今的中国经典红歌 无数次穿云而过 无数多散花绽放 无数次从天而降 中国空军对祖国蓝天充满向往 对祖国的山河无比热爱 他们为祖国的强大 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努力 《我爱祖国的蓝天》 创作于1962年 并于2019年入选中宣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优秀歌曲100首 1959年春节 空政文工团团长黄和 政委陆友找严肃谈话 让他下连队当兵 在当兵的一年时间里 严肃融进了连队 懂得了军人 练上了空军 爱上了蓝天 一天傍晚 他看着别人的飞机都飞回来了 而他们的机组的一架飞机 却还没回来 这时候 他忽然灵光一现 想到地上和天上的战友们 都爱着祖国的蓝天 于是 在当天晚上 创作出该曲歌词 歌词创作修改好以后 战友江春阳 杨明 李光看后都觉得好 随后 江春阳很快为歌词 写了一版三拍子的曲子 但没畅想 杨明不服气 又写一版 完成后 寄回团里 最终定稿 这首歌 豪情万丈 气势如虹 表现了英雄的空军战士 热爱祖国 誓死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 赞预送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 是一片锦绣河山 听来亲切入耳 凭借植根生活体验的词曲 唱出了飞行员的心声 唱进了飞行员的心坎上 也唱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